为了推广竹山镇内的生鲜蔬果 镇公所日前在紫南宫举行竹山优先蔬果祭 镇长陈东牧及农业处副处长林美珠等 也化身推销员大大提升了买气 使得活动会场热闹滚滚 也成功达到帮农友行销农特产的目的 竹山优先蔬果祭活动 总共招募了20种不同类型的农特产品 农业处副处长林美珠表示 产品不仅优质而且还有身份证可以溯源 加上买百送百的优惠 成功达到帮助农友行销农特产品的目的 疫情结封后 一种当地具有四张EQ的农民 生产的水果百度在这里 给我们的幼客来叫买 四张EQ就是我们可以溯源 我们可以买到每一项的农山品都知道 它是什么人造的 它的地质在哪里 就是从第三最优秀的农山品 在这里来买 让我们的幼客可以叫买到第三最好的 有这个农山品 镇长成东牧泽表示 竹山镇地理环境好 种植出来的农中物品质稳定 再加上生产予力保证 希望切齿活动让更多外来游客 了解竹山幼稚的蔬果 为农友带来更好的收益 因为冬季的话水果会长好吃 农友也感谢郑公所举行活动 让他们能够推销好农产 并且推广QR Code的生产履历 农友社区很高兴 在産公所办的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 让我们社区可以提供农产品 而且农产品都是经过减厌贵 所以我们都有QR Code 所以欢迎大家来産公这个活动 帮助社区 因为只要如果是买出品的东西 我们都会回馈给社区 做社区的用餐基金的帮忙 很谢谢公所办这个活动 让我们这些农民有地方可以去做销售 不然的话我们平常的话 只能说高欢 欢欢有时候 如果嫁嫁嫁嫁我们就没那个好处了 所以这样子出来的话 多多少少就是会对我们有帮助 QR Code能够让更多人知道说 农娘署他现在有在推广 这个三张EQ的活动这样子 不然有时候 你如果没有出去做推广的话 没有这个平台的话 当然我们在市场 也不会用这个三张EQ的东西 因为市场的婆婆妈妈也不懂这种东西 活动中 镇长陈栋木 以及农业处副处长李美祖等官员 也化身推销员推销 大大提升满气 让活动会场热闹滚滚 也成功达到帮助农友 行销农特产品的目的 记者双清福 卓山镇采访报道